蚊子是靠什么样子的条件来寻找吸血的对象 它主要是靠二氧化碳所形成的气味来追踪这个猎物 所以蚊子做爱丁什么样子的人呢 第一个就是 有体味的人 散发出来这种酸甜味 或者是腐烂的水果味 这些也都是蚊子非常喜欢的 防蚊液的原理它其实是阻断蚊子的嗅觉 目前最有效的这个蛆蚊子的这些成分 像DEEP 我们就叫做碧文胺 或者是派卡瑞丁 这两种就是属于化学性的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天然成分会比较安全 但是像这种精油它也有一些缺点 欢迎来到健康养成剂 我是Amber 夏天又要来咯 那最近我有一个机会进入到国中的校园跟学生相处 然后就会发现说 哇在南部的晚上 现在已经大量出现的蚊子了 那预防蚊子的叮咬 其实差防蚊液还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跟一群国中的小朋友来测试这些防蚊液的结果 那我们先来讲讲看蚊子到底是如何找到你的 首先你要知道蚊子是靠什么样子的条件来寻找吸血的对象 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它就指出了在远距离的时候蚊子它主要是靠二氧化碳所形成的气味来追踪这个猎物 所以当蚊子发现了二氧化碳它就会开始往上风处追踪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 那追踪片刻之后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减少或者是消失的话蚊子就会以Z型的方式来做飞行 试图找回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踪迹 所以蚊子在追寻这个踪迹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它发现了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重的黑点的时候蚊子就会落在这个黑点之上 即使这个黑点附近的二氧化碳浓度不太高 但是蚊子还是会落在黑点上面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说衣服不要穿深色的 因为穿深色的话蚊子就会比较容易找到你也是这个原因了 那如果近距离的时候蚊子主要是靠我们身体挥发出来的这个气味 包含汗味啦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衣服的这个颜色 甚至是温度来决定它的吸血的对象 所以就是说蚊子其实它还是会主动去接近大概摄氏37度的物体 然后这个温度的感应度最远其实可以到20公分 不过大致上还是在两三公分以内是最为明显的 如果这个两三公分里面呢你又加上了这个流汗啊蚊子就会很快的就会发现 你就会成为蚊子锁定的这个对象 所以蚊子锁定什么样子的人呢 第一个就是体温高的人 还有就是二氧化碳呼吸比较多的人 所以像运动啊或者是劳动过后 或者是肺活量比较大 这个吐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会比较被蚊子所吸引 所以儿童他也是属于活动量大 而且又是属于会流汗的对象 所以呢儿童他就会是蚊子喜欢的对象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容易流汗的人 因为汗里面他有乳酸还有脂肪代谢物质 他也会吸引蚊子过来 第三个呢就是有体味的人 像皮脂啊外分泌腺或者是汗腺结合出来 所散发出来这种酸甜味 或者是腐烂的水果味 牛奶的这种变脂味 这些也都是蚊子非常喜欢的味道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穿深色衣服的人 那蚊子在寻找猎物的途径当中呢 就是只要遇到深色的黑点 他也会去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要成为蚊子攻击的对象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浅色的衣服 然后长袖长裤外套来进行物理性的隔离 或者是像夏天太热没有办法穿这些长袖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透过气味来干扰他的判断 那防蚊液的原理就在于哪里呢 防蚊液的原理它其实是阻断蚊子的嗅觉 让蚊子失去锁定目标物的这个精准度 那现在目前呢最有效的这个驱蚊子的这些成分呢 它包含了化学物质像DEET 我们就叫做碧文胺 或者是呢派卡瑞丁 这两种呢就是属于化学性的 那如果是天然性的话呢 它就会从柠檬胺精油中所萃取出来的柠檬胺醇PMD 那这个是目前公认天然的防蚊成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试这几款 它们实际的成效 我们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呢 我都会提供给这些学生的一瓶防蚊液 然后让他们来看看就是说 它的味道啊年历度啊还有真实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DEET不是DDT是DEET 在2002年的那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有一项研究就表示说 DEET呢它是用来预防丁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了 因为它能够让蚊子感受到二氧化碳的浓度的这个受体呢失去作用 那另外在双核医院急诊医学科组治医师徐嘉宏 他也指出了DEET的占的百分比呢 其实它就是驱蚊时间的长跟短 如果说DEET的含量是7%的防蚊液的话呢 大概提供可以90分钟的保护力 那如果是DEET30%的话呢大概可以提供大概10个小时的保护力 那DEET的那个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原则上它的持续性越久 但是如果它超过了50%的话它的成效呢就不会再加成 那现在我们看到右手边的这两罐呢 它就是属于DEET含量的这种防蚊液了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欧户的这个防蚊液 它的DEET的含量呢是7% 它在上面写是有6个小时的这个功效 那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 假设满芯是5颗芯的话 在气味上面呢 小朋友的票选呢是给2颗芯 因为呢会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奇怪 然后再来呢在清爽度上面呢也是给差不多3颗芯 因为呢大家会觉得它的酒精的含量很重 但是涂上去的时候又好像有一层防护膜的感觉 酒精含量中照理说它其实挥发的程度是比较快的 但是挥发之后呢还是会有一点点黏黏的这种感受 但是呢它的效果真的是有的 我们在晚上例如说在户外呢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 基本上呢没有小朋友说被蚊子咬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瓶声上面它有一些警语 就是说呢不可以接触到动植物的次养所 而且这个瓶子它是属于易燃瓶 所以不可以接触到火源边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第二瓶呢叫做免金纹 导师说它的包装非常的不太漂亮这样子 然后它的DET的含量是7个percent 然后是讲2个小时的有效 但是这一款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啊 因为呢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一款的味道 所以我们给它的味道是4颗星 然后清爽度也是非常的好 大家都说用完了以后呢 一点都不会黏黏的不舒服 所以清爽度呢是给5颗星 那效果的话呢也是在这个2个小时的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也都没有小朋友被咬到 所以这瓶呢其实是包装上看起来最不看好 但是呢小朋友真的最喜欢 但是它也有一些警语啊 就是说呢它有说对于水中生物会造成毒性 所以呢不可以把它放在这种会污染水源的渔池 如果说你们要去游水的地方玩的话呢 似乎是不适合使用这一瓶 但是呢这一瓶在小朋友的评价来讲呢是非常好的一瓶 好那接下来这两罐DET的成分介绍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介绍另外这两罐 一个是曼秀雷敦 然后另外一个是日本的这个防蚊液 它叫T74P 那他们所使用的成分叫做派卡瑞丁 那这个派卡瑞丁呢 它是这几年台湾才开放使用的一个成分 它主要是属于胡椒鼠的植物所开发出来的 它的作用不是直接扑杀蚊子 而是让这些蚊虫的侦测器官受到干扰 然后没有办法去判断跟感受到人体的气味 涂了这个类型的防蚊液之后呢就可以躲开蚊子的攻击 那派卡瑞丁它其实是无色无异味 对皮肤也没有什么刺激感 那质地算是清爽不油腻 防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售价就会比较相对高一点点 那我们先讲这个174T的这个防蚊液 它的派卡瑞丁的成分大概是20% 那强调的话是10个小时有效 这一款的味道呢也是给五颗星 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小朋友都超喜欢这一款味道的 但是呢清爽度呢大概3.5到4左右吧 因为有几个小朋友会觉得说这一款 会有一点点黏黏的一点点 但是呢这个的造型呢非常可爱的 然后它的效果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在这两个小时的过程上课过程当中呢 也是没有小朋友被叮咬 所以我们也是给它五颗星 介绍第二款的这个派卡瑞丁 它是属于曼秀雷敦的 它的派卡瑞丁的成分是15% 那它讲到它的有效时间是8个小时 味道大家给了三颗星 因为觉得很普通 然后有一半的人喜欢 有一半的人不喜欢 但是它的清爽程度呢大家只给了两颗星 因为有太多的小朋友说实在太黏了 效果上面呢我们是给了四颗星 因为呢有两个学生他有说擦了这个以后 他们还是有被蚊子咬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可能擦的不够多 只是很简单的喷一喷 那其他的小朋友其实是都没有被咬的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在效果上 我们给了四颗星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币安迪 也就是柠檬胺天然精油所萃取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目前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 就是透过精油来做驱蚊的一个产品 它主要是利用天然精油来阻断蚊子的这个感受器 那因为它的成分是天然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用起来是安全的 那味道呢也是非常的舒服 缺点就是呢它可能对于小黑蚊比较没有效 那这款呢是属于欧莱德的雨林精油防蚊液 它主要的成分是用安地罗巴果油 这个是亚马逊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驱蚊的一个方法 里面主要就是柠檬油加利精油 还有添加PMD 那其实在美国疾病管理局CDC的官网上面呢 它会认为说这个柠檬油加利精油呢 它其实这个防蚊的效果跟这个低剂量的D11T 其实是有一点点相近的 那另外在这款里面它还有添加薰衣草精油 这个薰衣草也是蚊虫比较讨厌的这个味道 但是一般的人闻起来的话就会觉得蛮愉悦的 所以在这个味道上面呢小朋友都蛮喜欢的 所以就给它大概五颗心 但是在清爽程度上面呢我们只能给三颗心 因为有一半的小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点黏 那比较特别的是呢 其实这几罐呢它其实都是属于液体状的 只有这一个它是属于乳液状的 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乳液状的这种形态 所以酒精的含量跟它们相较之下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它的黏力度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如果以两个小时的测试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还是有这个效果 所以在效果上面呢我们还是给了五颗心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天然成分会比较安全 但是像这种精油呢它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说它的防纹效果是比较短暂的 一般来讲就是说每20分钟到30分钟就要补差一次 也是比较麻烦的 那也不是说化学的就不好 重点就是说呢你化学的东西你的浓度要选对 那卫生署建议成人选DET的防纹液呢 浓度不要超过35% 那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不要超过10% 还有就是说千万不要误食 在这一次给学生测试的过程当中呢 我非常惊讶他们会勿食的机会真的非常的高 因为我第一天给他们喷的时候呢 真的就有几个小朋友他们会不小心喷到这个嘴巴呀 所以呢就要赶快叫他们去漱口 所以我觉得父母在买给小朋友的时候呢 真的也要非常小心 要嘛就是教他们怎么样使用不会勿食 要嘛就是选择比较安全的这个防纹液 那另外就是说呢我们再擦防纹液跟擦防晒的话 到底是谁先谁后呢 其实这边就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应该先把防晒擦完了以后再补防纹液 因为其实这些防纹液它就是有一定的时效性 例如说这天然的防纹液 我们就会建议二三十分钟 就应该要再做补擦了 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做叮咬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防纹液的测试 基本上呢我觉得他们的效果都是有的 那只是说你选择化学性的防纹液 或者是属于天然性的防纹液 还有就是防纹液的香味啊黏度啊 那这些就是给大家做参考 那如果你也有一些好的防纹液的品牌要推荐的话呢 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